欢迎各位学员来到线上课程学习网 我是自强南超人 在接下来的课程会陪你学习 在进入课程以前 建议你先参阅使用说明及课程简介 让你更了解本课程学习方式与注意事项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课程吧 这门课先进电子封装设计导论 主要是教授 当你已经利用如台积电或联电等代工厂的半导体制程 制作出你所设计的元件后 如何透过封装设计与制程 使它变成一样可以被使用的产品 例如雷射笔中的雷射晶片 就其单一存在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它必须要再加上个外壳 按钮、电池以及其他元件 才能让它变成一个完整的产品 所以说要将元件发挥其功能 一定要透过封装技术才可以达到目的 本课程的先修课程 建议先学会半导体制程 才会比较容易衔接并了解这门课 因此这门课是让学员们了解封装技术的基本特性 本课程的课程大纲如下 首先我们会就传统的IC封装技术作为开场 接着会介绍如何要利用IC封装技术来进行封装的设计 在接下来我们会就封装制程做介绍 我们会以1st level跟2nd level的封装技术进行介绍 而可靠度的分析也会是本课程的重点之一 最后我们将就封装技术的未来趋势作为结尾 这是一张机体电路完整的制作流程 首先你可以将晶圆送到台积电或联电 经过以上的制程 从一片一片的晶圆经过镀膜尾影10颗 或者镀膜尾影离子布直 最后会在晶圆上制作出百万个或千万个电晶体 而当你完成这个晶圆上的电晶体的制作之后 你就必须要透过下方所列的封装制程 从一片Wafer到最后一个一个封装完成的Final Chip 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封装制作流程 为什么封装制程是那么的重要呢 首先如果没有封装的设计 原件就不会形成最终的产品 这是最基本的概念 有一点是很重要的 半导体系制程是利用上述P次生产的方式 在一片晶圆上制作非常多的相同原件 也就是说 透过P次生产的概念 不但可以提高原件的一致性 并可以因为在一片晶圆上制作出许多数量的晶片 使其单位成本降低 这个就是半导体P次生产的优势 然而封装制程是要将晶圆 切割成一块块的晶片后 再进行每一个晶片的封装 因此在变成为晶片后 却无法继续拥有P次生产的优势 也因此使得封装制程的cost 会占一个产品成本的40%到60% 例如 我们可以利用P次生产的方式 在一片晶圆上制作出大于一万个压力晶片 但却需要切割成一个一个的晶片 拿出来进行封装 最后才可以形成最后的最终产品 一支一支的麦克风 你可能会认为 40%到60% 这个range非常的大 但是因为封装 主要会因为 不同的晶片的功能 而需要不同的封装体 这就造就了 它在封装技术上面 所需要的成本不同的原因 例如 像日月光这样的封装公司 它会有一定设计的流程 来封装你的产品 如果你可以依照它的流程 制作出你的产品 你在封装上面的cost 就会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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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ostrar